伊蘭三星鄉安農溪 顺流而下的河水不只灌溉農田 水源还提供发电与民生使用 更有全台首座河川小水力发电机组 24小时运转将每一滴水转化成绿能 小水力发电对环境的冲击较小 是一种可行的再生能源 位在安農溪旁的这座微型发电厂 一年可以发出70万度的绿电 相当于170户家庭的全年用电量 这条溪的最上游 是我们台电的蓝阳水力发电厂 微水力电厂所设置的位置 大概是在中油段的地方 我们农田水力署的排沙门 我们从这边取水进来 经过这一个饮水道 饮到我们这一个水缸里面 让水产生涡流 然后来带动我们的叶片 我们的水轮机来产生发电 占地数十平方公尺 这间新创能源公司 使利用微水力发电技术 水流能无限循环发电 像是一般的水力设备 碰到异物容易卡住 但运用新一代技术 比手臂还粗的木块 抛进水轮机也能完好排出正常运转 我们采用的比利时 它一个专利的一个水轮机 一个水涡流的方式来做发电 那第二个特点是 我们这个叶片是一个国际专利的设计 它是可以容许异物 水里如果有任何异物通过 或是生物 它可以在自然水的流速下 而且自然的通过我们这个叶片 不会对它造成损害 让每一滴水发挥更大价值 廖宏毅和邹菲璐两位创办人 以宜兰安农溪作为起点 并在去年签署合约 将绿电卖给台积电 接下来还会在台中云林彰化 设立三座小水利发电厂 预进明年完工 他们认为台湾有很多河川与灌溉渠道 都有座小水利的条件 有机会遍地开花 只要有1.5公尺高的落差 然后有每秒一吨以上的流量 这就可以形成一个小型的水利发电厂 那如果有比这个更大的条件 当然它的发电量就可以再增加 所以这样子的场域在台湾 其实到处都可以看得到 在河川里 在灌溉的渠道 在工业用水的环境 都可以有小水利发电发挥的机会 那如果我们能够运用这样子 对生物 对生态 然后对环境友善的技术 来去做这件事情 它就可以跟环境 还有跟社区是共好的存在 在美渡店都珍贵的时代 不只民间新创公司 大企业也积极投入 台化公司跨足水利发电开发 和嘉南农田水利会合资 在乌山头水库旁 建置三座小型水利发电厂 目前八田发电厂的绿电 卖给台电 乌山头西口两座机组的绿电 则卖给台积电 台积电它需要绿电 乌山头我们跟它签了五年 三块八 只是卖它三块八 增加这个嘉然实业的这个收入而已 台化的就是这个原则 现在所做的绿电 要么就自己用 要么就像这个人家有需要 台化董事长洪福源不断强调 不是为了获利 目标是要将小水利发电发展成台湾第三大再生能源 配合能源转型 西港厂区蓝潭水利发电机去年投入运转 下一步要在沙路配水中心设置小水利发电 我们去沙路配水中心 去标了一个小水利发电 我们现在在施工中 从南潭引水到我们工厂 我们自己在这个管道间设一个小水利 那这个意义在哪里 我们不浪费任何一点的未能 所以我们看的不是经济利益 我要强调这一点 我是社会责任 不是经济利益 水利署跟台电跟台水 还有相关单位 也正在盘点其他的客信的地点 那目前在河川的部分 大概还有49个有潜力的地点 那我们会逐一的来跟相关单位合作 也开放给民间共同来发展 从看不到的能源到处处是能源 政府到民间企业 全力投入小水利发电产业 处在能源转型的台湾 小水利发电成为未来重要的绿能来源 TVBS新闻 袁瑞生 何江阳 刘月轩 宜兰台北 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